弟兄姐妹平安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避免歧视 避免歧视 经文在雅各书二章一到十三节 种族歧视在过去这两年 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甚至爆发了很多的暴动 在美国全境 都有这些黑人的命也是命 这种游行 那么我们今天在谈这个歧视的时候 当然也会谈到这个种族歧视 但是我要讲的是不止种族歧视 是任何形式的歧视 我们都要避免 我们看圣经怎么样来教导我们 在雅各书二章一到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朗读神的话语 我的弟兄们 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 所以一个人戴着金戒指 穿着华美衣服 进你们的会堂去 又有一个穷人穿着 肮脏衣服也进去 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 请坐在这好位上 又对那穷人说 你站在那里 或坐在我脚凳下面 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 用恶意断定人吗 第五节 我亲爱的弟兄们 请听 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 叫他们在信上付足 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人的国吗 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 那付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 拉你们到公堂去吗 你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 经上记者说 要爱人如己 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 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重条 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 也说不可杀人 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 人是成了犯律法的 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 就该照这律法的说话行事 因为那不该不怜悯人的 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 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 神的话语 我们就朗读到这里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恩主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必须要承认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也都犯了歧视 偏心待人的罪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是被歧视的 但很多时候 我们也是歧视人 就是你用你的话语 来教导我们 如何能够避免这种状况 我们这样子祷告 不配 来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这个图像是讲甘地 甘地当年在读书的时候 他曾经想要到教会去 那么他就走到一个教会 那么这个教会呢 一看到甘地啊 就跟他说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啊 你最好去找跟你同种族人 去聚会去 因为那个教会都是白人的教会 甘地当时就非常生气 他说印度的种性制度 造成印度多大的问题 印度种性制度就是 把人分成四等 他说如果 在白人的教会 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 也是这样子 按照肤色来分的话 那我不如回去印度的种性制度算了 这是甘地 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 如果甘地当年 被那个白人教会接纳的话 他会不会变成基督主 但是这个问题 的确是 世界上到处都有的问题 在美国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 这个信息 就要针对这个歧视的问题 来说明 第一个 我们要认识 这个歧视的现象是什么 这很容易理解 按外貌待人 第二个 我们要去明白歧视的成因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有个人的盲点 第三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避免歧视呢 方法是什么呢 方法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听起来是老生常谈 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 我们就进一步的深入的去探讨 如何用爱人如己的来避免歧视 首先我们谈 这是歧视的现象 就是按外貌待人 那么经过我们刚刚在念过了 一到三节我就不再重念 但是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看到什么呢 看到这个 按外貌待人 其实 不是只有当时的教会是如此 今天的社会也是一样的按外貌待人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不懂得这个买车的规矩 我带着我的妻子 带着我的两个孩子 孩子还很小 那么我就去买车子 那么穿着也是很普通 结果呢 那个卖车的人呢 就看定了我们大概买不起车 买不起那个我在看的车 他就一直跟我说 哎呀那边旁边还有更便宜的车啊 等等 原来他是看我的外貌来决定 那这个也是一个做销售人员呢 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事实上 奔驰啊 Mercedes-Benz 他们有教他们七次销售员 必须要在三分钟之内决定 这个客人是不是有可能买车子 就跟他谈三分钟话 那么同时要决定 这一家呢 到底是男的做决定 还是女的做决定 他认为说 不要再花太多的时间 在不能做决定的人身上 或者是根本不可能买车的人身上 这是现代人的按外贸待人 那但是在今天我们都讲的是基督徒啊 在教会里面基督徒也是按外贸待人 为什么 第四节说 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 第五节也说 我亲爱弟兄们请听 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吗 第六节说 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吗 第七节 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遵命吗 大家看看 这四五六七 每一节都有一个不是起步式 起步式偏心待人 起步式拣选世上的贫穷人 起步式富人驱压穷人 起步式富人亵渎禁奉的尊民 这四个起步式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这一段经文说 我们有盲点 我们有什么盲点 我们的盲点 有三大盲点 而这三大盲点 恰恰是造成我们今天歧视的原因 我们有哪三大盲点呢 第一 我们看不见 我偏见的恶习 你看这个图片 这是我从一个网站上download下来 也是一个汽车商的一个网络 的上面的 你看这一个人呢 鼻子是朝另外一个方向 这表示什么 他就是他在转弯的时候 头没有转过来 按照规矩 在美国 他眼睛还是往前看 那么这个就是造成一个开车容易出车祸的问题 那么这也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事实上车子 在某一个角度下面是个盲点 我们该要头转过去看 就要转过去看 我想拿过驾照的人 开车的人都知道 我们是有盲点 那么第一个盲点就是什么 我们有偏见 我们有一个偏见 那个不好的习惯 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自己看不见 或者是知道 但是觉得是小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看不见神 持爱的宽往 我们在这个歧视的事情上面 压根都没想到神 或者想到神呢 也没有去想到我们的神 是怎么样的一个持爱的神 第三点 我们就看到 我们看不见少数富人的诡诈 所以你看到我用红字标出来 第一个我自己有偏见 第二个是神 我看不见 第三个我对人的问题 我也看不见 富人的问题我也看不见 那么这个开车向侧面看的时候 没有转头的一个盲点 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 在看骑士的时候 我们有盲点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谈 首先我们谈第一个盲点 看不见老我偏见的恶习 你看这个图面很有意思 一个小的鸭子 其中有一个是黄色的 其他都是黑色的 这表示说什么 表示说我们有些时候 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或者是在少数人当中 在多数人当中 有少数人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对这个少数的人 就产生了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偏心 用偏心来带人 用恶意来断定人 什么叫做偏心 如果拿种族歧视来说呢 就是一个偏心 偏心这个字跟种族歧视 它的字跟歧视是相类似的 那么种族歧视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以种族作为判断优劣的标准 其他不谈就看你是属于哪个种族的 这个叫做种族歧视 用恶意断定人 这个断定呢 事实上也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刻板印象 我们今天讲说种族歧视 有人说我没有种族歧视 但是他有一个刻板印象 这个刻板印象就是 他对某一个种族 有一个很刻板的想法 对某一个种族 有一个定型的印象 有哪些呢 比如说 我们一谈到犹太人 就说犹太人很吝啬 然后我们又说 一想到黑人 就是黑人的犯罪率特别高 然后一想到印度人 就是哦 印度人数学好啊 那么想到华人 这是其他的种族人说的 你们华人都很会读书啊 这看起来对我们华人呢 是好的评语 但是这你要知道吗 这句话或这个印象的背后 其实还有别的意思 这别的意思就是说 华人其实其他方面都不行了 只会读书 像书呆子一样 这是一个刻板印象 大家都知道 林树好我想啊 他就说过 他在我们加州的这个湾区读书 读高中的时候 他篮球就打得非常好 参加各样的比赛 都非常的杰出 那么他去申请大学 运动奖学金的时候呢 居然没有一个学校 要给他奖学金 不管他过去的运动 有多么杰出 篮球打得有多么好 其实这就是一个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是什么意思呢 哎呀华人怎么可能 在篮球上面打得 能够打得非常好呢 林树好自己说的 他就是受了这个的影响 那么这是我们华人 常常遭受到啊 其他种族人看我们的时候 有个刻板印象 甚至有个歧视 那么我们华人 怎么看别的族的人呢 我们我们是被 常常是被歧视的啊 比如说我们啊 埋怨我们说 我们有在公司里面上班 有一个无形的玻璃天花板 挡着我们 以致我们爬不上去 但是我们怎么看别族的人呢 我就拿一个比喻给 一个一个事情啊 来跟大家说 不是比喻啊 真是发生的事情 我在台湾有一个朋友 他就说他自己 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情 他说他有一次呢 就发现他自己身上的钱呢 不见了 他年纪比较大了 家里请了印尼来的外劳 然后他看到这个外劳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 嗯 可能是这个外劳偷了我的钱 他就跟他家人讲 他说这个外劳啊 一看到我的时候啊 那眼光就 就瞥到别人去 不敢见我 走路啊 走起来都是看起来是 鬼鬼祟祟的样子 肯定是他偷了我的钱啊 他只是没有证据而已 他气死了 一天到晚就唠唠叨叨的 在责怪这个印尼的外劳 有一天呢 他换了一条裤子 哎呀 他发现原来他不见的钱 是放在另外一条裤子里面 他自己忘记拿出来 这时候他再来看这个印尼的外劳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了 他说哎呀 这个外劳很好啊 我眼睛睁着他看 他还是对着我笑啊 他很天卑啊 走路不会大声啊 以前是常常是鬼鬼祟祟 所以我们怎么去看其他人 台湾是在岛内是很民主的 但是一牵涉到外来的这个外劳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民主啊 就变成被人家批评的一个事情 我想在美国也是如此 我们怎么去看黑人 凭良心讲 是不是看到黑人就赶快躲开来 这也是我们的歧视 所以种族歧视的问题啊 是蛮多的 我们拿最重要的几点来说 第一点呢 他会造成不公平的环境 第二点呢 到一个地步呢 他甚至把人分割了 大家都就变成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那么第三个就造成社会的失业 就好像我们过去这两年来的问题 正是到一个地步呢 彼此互相敌视 彼此互相排斥 这是种族歧视的问题 我们基督徒怎么去看这个 我们要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圣经上说的 创世纪说的 所以呢 我们应该不分种族 不分阶级 都要被尊重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照神的形象造的 这是最基本的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盲点 第二个盲点是 看不见神慈爱的宽广 在第五节里面说 我亲爱的弟兄们 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吗 拣选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拣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 以他为优先 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 就是神以穷人为优先 叫他们怎么样呢 在信上付足 意思就是说 让他们能够得到救恩 然后呢 要能够承受他所应许 给那些爱他人之的国 在这个得到救生的事情上面 也是以穷人为优先的 那么我们怎么去解读这段经文 我们是不是说 哎呀 这个神只重视穷人 那我们如果是 刚好在物质上比较丰富的话 那怎么办 神就是不是就不愿意来 让有钱的人可以信主吗 当然不是 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 神有一个平衡的教导 比如说杀该 税吏杀该 后来得救了 那么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 我们可能不是那个 那种物质贫穷的人 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八福 八福的第一福就讲什么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神国是他们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这个虚心的人 中文的虚心在英文里面 是讲邻里贫穷 就是我们事实上也是贫穷 我们是不同的贫穷 如果我们能够看清自己 是邻里贫穷的话 我们就有福 我们就能够承受神的果 所以神是卷选的 物质上贫穷的人 也卷选的邻里贫穷的人 邻里自认为是贫穷的人 那么我们基督徒应当 怎么去对待穷人 我个人认为 第一 我们要学习刚刚讲的 神对待穷人的原则 以善待穷人为优先 第二 我们避免错误的理念 当然在我们的美国这边 也有极端的自由派 也有极端的保守派 极端的自由派 用一个是 几乎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主张 直接发钱给穷人 在空苦的时候 特别情况之下 这无口厚非 但是走到一个极端的地步 让这些穷人 让这些收入很低的人 就不愿意去上班了 就像现在一样 很多的餐厅 招不到人 这是错误的 也要避免极端保守派的市场原则 什么叫市场原则呢 就是跟市场运作 你是适者生存 你适合这个市场 你就能生存 你不适合 你就被淘汰 你这个穷人呢 应该自己照顾你自己的 你要是不行 那就你就被淘汰 这也是错 圣经的教导不是如此 我们应该对穷人 给他一个公平的机会 要来善待他们 而且我们在跟穷人相处的时候 要尊重他们 有很多的官吏 对穷人态度是不好的 他贬低他们 侮辱他们 甚至就要拿出家长的姿态 你们都不懂 只有我懂 你们应该怎么做 这个都是不对的 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我们再回来讲 第三个盲点 盲点里面 也包括自己 也包括神 也包括人 第一个盲点是对自己 第二个盲点是对神 第三个盲点是对他人 我们看不见 少数富人的诡诈 他说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 就是说他们来迎合有钱的人 而去欺负贫穷人 他说南纳富族人岂不是欺压你们 拉你们到公堂去吗 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民吗 在初期的教会的确有这个现象 有钱的人欺压贫穷的人 这是雅各书所说的 那么今天的教会又怎么样子呢 我不愿意随便批评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教会的牧师长老 是很有智慧的 我所知道的一个教会 他们的牧长是不去看谁奉献多少钱 奉献的名单 奉献的金额 他们都不避免去看 为什么 他们他自己造成一个错误的印象 那么会对那些奉献比较多的人 特别的关照 这也是一个试探 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 可能情况比较好 但是有些少数的教会 也是一样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第三点 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歧视 避免歧视的方法是什么 圣经说要爱人如己 基本上 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我们如果说 你要避免歧视 你头脑里面一直在想 你要避免歧视 要避免歧视 往往你越去想 越不容易做到 而是要用另外一个观念 来取代它 就爱人如己的想法 然后才能够取代 这个歧视的这个念头 那么要爱人如己的话 也是有三个事情 第一个 首先要明白 以貌取人便是犯罪 这个问题很严重 我们觉得以貌取人不好 但是是犯罪吗 有那么严重吗 我们待会看 第二个 我们要依靠圣灵的人力 来爱人如己 如果没有圣灵 我们很难去做到爱人如己 第三 我们要一个正确的一个看见 就是让蒙怜悯成为一个提醒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要对圣经的经文 作为我们的一个借禁 作为我们的一个禁止 然后看这个经文 好像是个反射自己一样 明白我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然后你能够提醒自己 要爱人如己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 首先明白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 八到十一节这么说 问题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第一个反应会说 按外貌待人是不好 但是是犯罪吗 有这么严重吗 第八节说 经上记者说 要爱人如己 你们若全守这至尊律法才是好的 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 这话怎么讲呢 因为你如果按外貌待人的时候 你就没有做到爱人如己 你没有做爱人如己 你就是不守律法 所以他说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 他的逻辑是这样来的 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重条 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 也说不可杀人 你就是不奸淫 却杀人 人是成了犯罪 犯律法的 我这个有这么严重 中间多了一个魔鬼的 应该是没有的 什么叫做至尊的律法 我们英文叫golden rule 这是最高的律法 就是要爱人如己 我们要如果我们今天 守了其他的律法的每一个条 但是却没有守到爱人如己 这个最高的律法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没有做到 我们就是没有做到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小心 要注意 在 在这个 这段经文里面 其实对我们 保守的 基督徒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 保守的基督徒 通常会认为 这个奸淫是一个大罪 是 是绝对不可犯的 很严重的罪 但是 对穷人 莫不关心 就认为说 哇 每件事情 他都有他的两面 这个 就用一些说辞 来推脱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 一个 一个 传统 这是我们 传统的保守的基督徒 常常被人家诟病的地方 我们看重 这个 在道德上 这个不可犯建议 但是呢 我们一谈到 这个 这个 社会的公义 去爱穷人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那么积极 在 世不增 在19世纪的时候 英国有一个传道人 他说 广义的暗外貌 但人事实上有四个 ACE 很有意思 他说 第一是种族 RACE RACE 第二个 脸孔 就是FACE 第三是PACE 是地位 第四是GRACE 神的恩赐与祝福 这个 前面三个都很容易理解 种族的歧视 按种族来代人 一个人的脸孔 长得怎么样子 来决定 一个人的地位 高低 有没有钱 这个也是一个 按外贸待人的 一个项目 但是GRACE 神的恩赐与祝福 居然是成为一个 按外贸待人的 一个可能的问题 这个怎么去解释呢 这就是说 我们有些时候 在教会里面 会看 某某弟兄 某某姐 后面 他是不是有恩赐 如果他是有恩赐的时候 好像我们就会 对他特别的好 我们好像就会 对他有更加看重 特别是 那个灵命比较好的 这个我们来看 我们弟兄姐妹 用这个眼光去看 那就是发火 就是犯了 按外贸待人的罪 当然 灵命好的 有恩赐的 是值得我们尊敬 但是你反过来讲 你对那些没有恩赐的 你就把它看得很低 教会如果里面 也产生这样的问题 那就是个大问题 神的教导不是如此的 神的教导是说 你有几分恩赐 你就要摆上几分 我们用银子 来做比喻 你有几分 就摆上几分 而不是看你有多少分 银子 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是看到别人的恩赐 比较少一点 在教会里面 他能做的事情不多 我们就看不起他 这个就是按外贸待人 第二点 我们谈到依靠圣灵的能力 来爱人如己 在十二节 十二节说 你们既然要按死人 自由的律法受审判 就该照这律法 说话 行事 这句话有点 让人不太容易明白 什么叫做使人自由的律法 律法就不是让人家 没有太多的自由吗 律法不是让人家 有受拘束吗 他为什么说 使人自由的律法呢 我们按照律法受审判 这个理解的 但是雅各在这里说 使人自由的律法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使人自由的意思是说 律法这个本身 是要使人甘心乐意 自由的去遵守的 这是新约时代的律法 这不是旧约时代的律法 旧约时代当然是 条条框框 但是新约时代的律法 新约跟旧约什么不同 新约跟旧约基本上是相同的 唯一的不同是 新约有这个圣灵 住在我们心里面 帮助我们行出来 所以这个甘心乐意 自由的遵守的律法 事实上它背后是什么意思呢 是有圣灵同在 格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就说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意思是说 当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 当我们跟随圣灵 去做事的时候 去思想的时候 这个看起来在旧约里面是 捆绑人的律法 反而使我们能够得以自由 我们会自由的去遵守的 会甘心乐意的去遵守的 那么这个主的灵在那里 那里就得以自由 用在我们生活上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我们生活的细节上面 我们要跟随圣灵 在每一件事情上 我们要跟随圣灵 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是不是歧视 包括我们是不是偏心 还有在祷告上 你要跟随圣灵 所以我们说 要爱人如己 要靠圣灵的人力 爱人如己是一个口号 也说很容易 但是做起来的确有困难 要怎么去做 要靠圣灵的容力 我们在祷告上 要怎么去做呢 我们一开始都讲到说 这个社会 特别是美国 我们现在面临的 这个种族歧视的问题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在祷告上跟从圣灵 我们要多为世界 国家 还有社会来祷告 我们祷告的时候 不要仅限于自己的教会 或者仅限于自己 或仅限于自己的朋友 我们要为这个世界 国家社会来祷告 弟兄姐妹们 保罗也曾经提醒提摩泰 他说我劝你 第一要为万人恳求 祷告 代求 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尽全端正平安 无事的度日 在提摩泰前书二章一到二节里面 大家注意到 他说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来祷告 这就是跟我们今天讲的 为国家社会祷告 特别是为国家祷告 是类似的意思 我们真的是要付上祷告的代价 跟从圣灵 第三我们要让蒙怜悯成为一个提醒 我们怎么样能够解决歧视的方法里面 第三点是让蒙怜悯成为一个提醒 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蒙怜悯成为一个提醒 我们来看十三节这个经文 十三节雅各说 因为那不怜悯人的 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这个人 如果你不怜悯别人 你的生活上面 对贫穷的人 你根本就毫不在意 那么你将来在审判的时候 也是会神也不怜悯你的 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 怜悯这个字呢 原来的意思是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 神的怜悯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对象 我们要学习神的怜悯去怜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行为 怜悯的行为 可以来向末日的审判来夸胜 什么叫做审判呢 审判就是 神要来看我们 我们的信仰 我们对基督的信仰 是不是真实的信仰 这边讲的审判 是讲这个末日 来基督台前的审判 他讲的是基督徒 那么他神来审判我们的时候 就要看 我们到底在这世上 我们关心的事情是什么 也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去关心贫穷的人 根据这个来审判 你说圣经的根据是什么 让大家来看看 在马太福音25章 31到46节里面 讲末日的时候 主再来的时候 他把信徒 分成绵羊跟山羊 这边33节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弟兄姐妹们 这不是把信跟不信的人分开来 而是在信徒里面 把它分成绵羊跟山羊 他整段经文在讲什么 他说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赴福的 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右边的是绵羊 绵羊做什么呢 主说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渴了 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礼 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过 我在接你 你们来看我 这个绵羊就回答说 主啊 我不知道 我做过这些事啊 在你身上做过这些事啊 那个王就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上 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意思是说 我们在我们弟兄当中 你去照顾那些贫穷的人 就是等于在主身上 做这些事情 山羊刚好是相反 他是不给 不帮助穷人的 有人饿了 他也不给他吃 渴了也不给他喝 做客礼不留他住 吃身露体不给他穿 病了不管他 在街里 他也不管他 不看他 那是山羊 那么他也同样提出来说 我怎么不记得 我在主的身上 在王的身上 有做这个事情呢 王也同样回答 因为你在我的弟兄当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你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是末日的审判 弟兄姐妹们 马太福音这边告诉我们 我们在基督徒的群里面 也分成两批的 他批 他分的标准就是说 你是不是真正的去 关心穷人 你是真正的爱人如己呢 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让蒙怜悯成为一个提醒 对不对 我们怎么样能够被蒙怜悯呢 我们要去怜悯别人 在那末日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蒙怜悯 那么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 要切切记得 要把圣经当成一个禁止 经文里面所讲的话 我们要去思考 然后要反射到我们自己 看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怎么样来看自己 那你对自我的认识 就能够改变了 你可能觉得自己以前是不错的人 但是看到这段经文 如果你过去对穷人 不是那么在意的话 你就知道说 原来在神的眼光当中 我是有问题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自我的认识 你对自己的真正深刻的了解以后 这变成一个动力 这个动力怎么样呢 能够驱动我们去做行为的改变 能够驱动我们去爱人如己 那么爱人如己是这口号 你为什么会爱人如己 你觉得自己还不错 事实上你不是的 那么在切实的行为上面来讲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 雅各在说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注重社会的公义 今天不要只是在 教会的市面墙里面 读经 祷告 我们要走出去看看这社会需要什么 特别要注重 扶贫 对穷人 要想办法 甚至如果在我们这个区 有游民 如果可能的话 要怎么去帮助他们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教导 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 我们保守派的基督徒 往往比较忽略了这些 对社会公义的事情上面 关心的不够 做的更不够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恩主我们感谢你 今天你借着这段经文 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在追求灵命的成长 我们在追求对圣经的理解 我们在追求 好像要来爱主的时候 却忘了要爱神也要爱人 却忘了要爱人如己 却忘了有一批贫穷的人 在这个社会上 可能就在我们的旁边 需要我们去照顾 主啊 求主你来激励我们 愿意踏出这一步 愿意踏出关怀的一步 愿意踏出爱人如己的一步 努力的来按照圣经的教导 来做事 来做人 我们叫做祷告不配 来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以下是我们 波饼 纪念组的时间 在我们开始波饼之前 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 祝福音乐 按着地名人 必有死 死人后 且有神 感谢天父 此相自 安排一切莫放 我心相信我 可承认 耶稣为我受害 死后 福我 美贱身体 不救命 要再来 按着旅法 落不流血 最久不得赦免 感谢耶稣带来 使人 使人 面下 应 我心相信我 我心相信我 承认 耶稣为我 受害 此后 福我 美贱身体 不救命 要再来 十字 十字 加上 逐流 好血 十字 加上 逐流 好血 十字 加上 逐流 好血 我心相信我 我心相信我 承认 耶稣 为我 受害 十字 此后 福我 福我 健身体 不救命 又再来 我 尽来 福主 的 演习 祈祢 念 主 为我 顺 祈祢 别 看 得 祈祢 祈祢 使我 神秘 方 佛 我 心相信我 可 承认 耶稣 为我 受害 此后 福我 一切 神 天 不救命 又再来 我们做个 再一次 我心相信我 承认 耶稣 为我 受害 此后 福我 被 接 神 天 不救 命 又 再来 每一次的波饼 都是我们 在 思想我们自己 在主面前的光景的时候 如果我们曾经犯罪 我们要在这个时候 为我们的罪 来祷告 向主认罪 这是一个波饼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希望大家都能够按照 主的教训来 遵守 在 波饼的时候 我们要来念一段 有关于 波饼的一个 经文 就是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 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 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 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 我们把饼拿起来 请大家一起 注谢了 就掰开 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 如此行 为的是 纪念我 我们一起来 共同来享用 这个饼 这个饼 接下来是在 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的二十五节 饭后 也照样 拿起杯来 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 心愿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 纪念我 我们一起来 领受 这个杯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血 身体为我们拨开 以至于我们能够 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 以至于我们能够 重新回到 神的面前 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何等当的福分 求主你 让我们在纪念你的时候 也在思想 让圣灵来光照我们 说我们在什么时候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得罪你的事情 求你让我们有 从神而来的力量 能够改正 改进 能够 继续的 往 成神的路上 奔跑 我们这样子 祷告 不配 来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圣明 我们来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众人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